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人大取消总理中外记者会之后 中国总理李强被萧全又增一粒 综合媒体引述路透报道 中国政府即将在今年3月24号到25号 举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 而李强不打算在3月底举行的这场年会上 跟到访的外企高管来会面 根据报道自2000年以来 中国官方每年都会在钓鱼泰国宾馆举行这场论坛 其中一项关键的议程便是全球企业高管 跟中国政策制定者会面并且交换意见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 都是这场会议的常客 但是要求匿名的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李强将出席3月底举行的这场论坛 但是并不会跟外企高管来会面 消息指称这场论坛的细节 仍然还在敲定当中 还可能会发生变化 不过此次论坛的组织者 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对此报导引述经济学人智库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苏月表示 对外企CEO来说 这个决定可能有些令人失望 中国经济正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时期 企业领导人肯定会更希望 有一个能跟中国领导人直接沟通的渠道 来表达自己的担忧 并且获得到明确的信息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商风险升高 外资断流的情况趋于恶化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跌到了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去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只有330亿美元 跟2022年相比暴跌了82% 这也凸显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长缺乏信心 也反映出了在中国寻找更多海外投资之际 所面临到的挑战 这项数据显示出去年疫情风朽 更复苏疲软的影响 去年第三季度投资出现自1998年以来首次下降 虽然最后的季度有所回升并且恢复了成长 但是该时期新增资金175亿美元 仍然还是比2022年同期少上三分之一 这凸显出外国企业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跟其他地方的利率上升而将资金撤出中国 根据中国外交部新闻稿 李强去年3月27号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时 跟有关的国家政要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 国际知名学术研究机构专家学者 主要的国际组织代表会面 当时李强对这些代表说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的变化 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环境会越来越好 服务会越来越优 虽然中国口口声声说要留住外资 但是所作所为确实背道而驰 此前不久 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开幕 人大会议几个小时之后拉开序幕 发言人楼勤俭公布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宣布取消两会闭幕时 国院总理主持的新闻发布会 而且不只是今年取消 今后的几年恐怕也不会有 发广报道 国际媒体对人大会议 闭幕时的总理记者会仍有期待 是有几个原因的 两会记者会是中共改革开放时代 应运而生的产物 向来黑箱作业的中共 198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 总理记者会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 让国家领导人能够直接跟海内外的记者见面 解释新一届政府的目标 增加政府的透明度 总理记者会30多年来已经成为了传统 媒体希望通过跟中国领导人的交流 见识新一届政府的面貌 中国政府也可以借此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走向 一些中国领导人也因此留下了惊惧 比方说温家宝有关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文革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演 比方说习近平宣传中国脱贫事业取得空前成功之际 李克强在2020年总理记者会上说出 中国六艺人仍然是低收入相当的震撼 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中央社分析 两会历来很沉闷跟封闭 相信之下 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可以说是唯一的亮点 他凸显出了总理的地位 因为要当场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 多少有一些开放性 另外也显示出总理的应对能力 但是今年取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胡平认为今后不再举办记者会了 这意味着总理地位的降低 也意味着两会的开放性降低 有分析怀疑 本届两会开幕一开始 就发出了取消总理记者会的震撼弹 也许跟会前的混乱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被视为为经济发展定调的 中共三中全会一拖再拖 破例没有在两会之前召开 匪夷所思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妙 如何决策高层举气不定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内部斗争激烈 难以对选而畏惧的高官案做出处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外长秦刚 直到两会开幕前才匆匆地取消 人大代表资格 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人大代表资格 外界以为还在 但是人大会议发言人便表示 李尚福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 这也凸显出内部混乱的程度 对于这些旅美中国问题专家邓玉文 在X平台分析取消总理 记者会议的原因可能是 问题说多了不是 说少了更不是 问题说清了外界不信 说重了让外界对中国更没有信心 另外中国的事情习近平说了算 外界不会把李强的话当真 所以记者会议就不开了 李强的前任李克强 已经被视为是弱势总理 但是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刻发出有价值的声音 李强的地位甚至不能跟李克强比 诚然他是习近平的亲信 但是却没有作为总理的地位 李强上任之后 大幅调整了国务院的工作规则 总则规定国务院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 而不是以马列矛盾江湖习为指导 凸显出李强自甘以加成自居 另外就取消总理记者会议室 时事评论人士蔡神坤在社交媒体评论说 连这个观察中国正情的唯一窗口也被关闭了 中国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 如今如果路透社的消息为真 李强真的不打算在三月底举行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 跟到访的外企高官会面 再次的剥夺外资了解中国 以及跟中共高层交流的机会 中国的经济要想要有效的复苏 重新吸引外资回流 恐怕将会是难上加难 中国的两会11号闭幕 其中人大年会在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的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结语当中画下句点 对于中国这场年度政坛大戏 分析人士说 除了凸显中共有意要改善美中关系之外 释出的主讯号 仍然是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 因为不管从缩短会期取消总理记者会 到通过修改国务院组织条例 都可以看出国务院跟人大政协的角色 已经被严重的弱化 美国之音报导 为期七天的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11号下午在北京举行闭幕式 会中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七项议程 一如预期 出席的2900名人大代表 几乎对各项议案都一面倒的支持 反对或者是弃权的票数 至多仅有数十票而已 而经过宣读的每一份草案 也都千篇一律地看载着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等文字内容 所谓的两个确立是中共在第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政治口号 分指要确立习近平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 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除了草案文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在闭幕式短短不到五分钟的结语当中 更六次地提到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除了赵乐际之外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也在三月十号的全国政协闭幕式当中强调 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引领中国号巨轮 来批波展浪奋勇前进 对于今年两会的总结焦点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兼院长张直中表示 中共领导阶层在两会当中 以再重复的政治宣示 符合自去年一整年以来 党内持续贯彻习思想的政治思维 即便面对到中国的震惊情势相对衰弱 从中央到地方干部 甚至于其他所谓的民主党派 都被要求加强对党中央的拥护 更不容任何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怀疑或者是挑战 他认为习近平的目标 其实是在建立一个没有个人色彩的行政团队 各个部门都要以党中央的意志来执行 所以几个工作报告都是先强调两个缺利 在中国高度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下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府运作的政治橱窗 但是分析人士说 今年这个政治橱窗的摆设跟往年大一起去 张志忠说 今年人大开幕前突然宣布要取消总理的中外记者会 而比目前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发修订案 也明定了国务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都表明了外界所认定的习理体制不复存在 仅仅只有习近平一人路线而已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时事评论员文昭点评 今年的两会从昔日接近两周的议程 缩短到只剩下七天 议事过程也出现了不尊重惯例的乱象 他说虽然外界无从得知理强遭到矮化 打压的具体原因 但是过去一年来 中国的经济跟政府人士都出了不少问题 比方说国营食堂在部分地区回归 水道上山等错误的政策引发了百姓的不满 再加上各主管部门对于整个国内低落的社会消费信心 股市暴跌等倾向 至今也都并未提出有效的对策 文昭认为 习近平可能将他的不满情绪都归咎于李强所负责的国务院系统 他说两会开疫前的许多信号 也让外界摸不着头绪 比方说外界纷纷传出恐怕因为处法 已经遭到重判的前外长秦刚 最后却出现他已经获准辞去人大代表一职的转折 但一样人具人大代表身份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却没有经过任何请辞的程序 就被人大翻译人楼清简 以他已经没有资格出席会议的说法给判出局 文章说这些信号恐怕代表中共领导高层 已经进入了失序的状态 并且对许多国际舆论看在眼中的执政漏洞 甚至已经不打算要遮掩了 他说一场政治大戏开了一周以来 再度的凸显出全国人大 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橡皮土章 而国务院也已经被降格为习近平的秘书处 文章认为整个看下来 习近平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在他身边一个计小的圈子里面 原来行之有年的决策架构已经被完全的放弃 甚至已经摆烂在那里 就让所有的人都看到 这些机构已经不起任何的作用 除了中南海茶壶里的风暴之外 以美中关系为首的中国外交问题 也是国际媒体观察 今年全国人大的另外一个焦点 会前各界盛传 现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渴望在两会会期当中 获任命为外交部长 结果全国人大开议一周以来 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的人事审议议程 去年7月以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之资 回国的王毅仍然稳坐外长的宝座 而且第十次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外长记者会 他在记者会上还抛出了四问美国的论述 语调制强势 让许多分析人士不禁怀疑 中国是不是又要一改过去一年来 对外资释出善意的态度 重拾战狼外交呢 对此文昭认为 王毅对美国强硬表态 恐怕跟习近平提出的 薪质生产力战略有关 因为此战略是否能够成功 取决于高科技的发展 但是中国目前在高端科技领域方面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上 面临到美国的芯片禁令等金卡脖子 所以王毅必须要紧跟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强硬的表态 但是中国越强硬 美国让步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恐怕定调了今年中共的外交风格跟前景 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贾也认为 人大今年并未排入任何的人事审议一程 恐怕反映出了习近平 外行领导内行的左支右支 这也可能是他的缓兵之计 以免人事过度变动 影响了他的政权稳定 但是这些违背惯例 而且不透明的作为 恐怕扎深了外界对于中国政局运作的疑虑 陈文贾认为 王毅的记者会论调反映出 美中相互一层跟竞争并层的复杂关系 将会持续下去 他说王毅的斯文美国 代表着中国愿意在平等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来跟美国继续合作 但是同时也已经准备好应对可能的对抗 比方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强硬立场 陈文贾认为 中美之间尽管存在许多的分歧跟挑战 但是从王毅的发言可以看出 中国正在寻求跟美国保持对话跟沟通的意愿 来寻找共同的利益点 减少误解跟冲突的可能性 在经济领域 陈文贾认为 中国将今年的GDP增速目标设定在5% 跟去年持平 反映出中国政府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承诺 但是在美国去年GDP增速仅仅只有2.5% 法国经济也只有增长0.9% 德国经济则是出现了负增长 这样疲弱的全球经济发展之下 中国要如何GDP达标 持续地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今年的两会当中 有许多委员跟代表提出关于优化生育 提升女性就业等人口政策 也关切青年就业的问题 对此陈文贾说 这显示出中国政台已经提认到少子化 跟青年失业问题的严重性 并且呼吁应该要赶快采取对策 但是如果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这些难题也恐怕难以获得到有效的解决 此外学者张之中指出 历年来两会期间 习近平都会借由下团组 也就是出席人大跟政协分组讨论的场合 来对自己最重视的领域发表看法 今年也不例外 总结这一周下来 习近平下团组的焦点 不外乎台湾问题 解放军 科技跟环保 而有鉴于总理记者会从本届取消之后 未来习近平下团组的行程恐怕更行重要性 张之中也认为这恐怕也是习近平想要引造出来的效果 除了下团组之外 人大全体会议期间 主席台上的一举一动则是另一个媒体关注的焦点 根据香港明报报道 3月8号 当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 跟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应勇 向人大来做工作报告时 主席台上的习近平跟李强 王沪宁 赵乐际等人 针对两院的书面报告 竟然交投接耳地讨论起来 习近平看似表情严肃 最后还把手上的报告 请派在桌上之后 便不再说话 对此旅居加拿大的油管时政频道主 公子沈认为 尽管外界无从得知习近平等人当时的对话内容 但是依照惯例 中国历任领导人都鲜少在人大全体会议的场合上 聊天开小会 而习近平此举 凸显出了他在党内的权力跟地位 已经出现本质上的差异 公子沈认为 过去就算有意义 就是私下来说 但是习近平为什么现场有意义 直接就说了呢 什么情面都不顾 就开始批示 开始驯化 这个也证明了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已经是皇上了 想说什么话 就什么时候说 他说 这个前所未见的一幕 不禁让人联想到2022年10月 中共二十大闭幕的场景 当时习近平示意工作人员 将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当众给嫁出会场 毫不留情面 也引发了舆论哗然 对此公子沈表示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 代表习近平在党内已经为所欲为 无论在任何的政治集会下 已经没有人能够制恨他的言行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